狂风暴雨碎片在空中飞舞 大片的铁皮也被扫落 加油站满目疮痍 场面相当惊人 龙卷风轻行纽线 第一大城奥克兰市 造成严重猜禽 树木被连根拔起压在汽车上 许多房屋也严重毁损 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因为上个月初才刚刚遭到龙卷风侵袭 如今威力强大的龙卷风 把急欲中心货柜吹得东倒西歪 造成至少一死多人受伤 极端气候还就现在美国 热带风暴克劳德特席卷了美东地区 强风暴雨造成多处淹水 更吹倒了大树杂乌 阿拉巴马州的65号洲际公路 疑似因为天雨入滑 发生了18辆车连环状 车辆起火燃烧冒出白烟 现场目击者合力抢救 但还是造成了10人死亡 其中包括了9名孩童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 热带风暴预计21号 从大西洋出海威力将会减弱 不过最大的风数仍接近 每小时48公里 记者生活报道